3個中產黨 今天要講一些貼心的話題 就是米芝蓮 以我印象中,米芝蓮的飲食名測 不是很高級的東西 起初去很多平民餐館 有個特色是找人去隱藏身份去試味 現在變成香港很高級的東西 因為去到三星、兩星、一星的餐廳全部都很貴 我沒有去過很多星的餐廳 有幾間餐廳我去過 其實有幾間餐廳我都對米芝蓮的餐廳很質疑 首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明圓 旺角分店,其實有幾間餐廳我都有去過 明圓有什麼可能是米芝蓮的 第一,食物又不是特別好吃 當然也不是特別貴 我覺得這是它的優點 每次去八點之後 就開始有很多菜都沒有 先生這件有沒有,先生那件有沒有 我心想一間米芝蓮兩星店,還要不止一年,拿了幾年 竟然是可以八點之後開始有很多菜都沒有 怎樣做米芝蓮呢? 你聽我說,米芝蓮很多都是沒有菜的 很多都是你去到外國都要預訂幾個月 因為預訂幾個月,你不是有沒有菜,不是決定的 我知道,但是明圓不是叫預訂幾個月的那些 只不過是八點之後就賣光了,我們不會去店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這件,在我心目中好的食肆不是包括了服務 不是包括了每一個顧客進去的 他服務,他服務不好嗎? 一般般 你是王國,你是王國,你是王國,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朗豪方的上面一間嗎? 不是,王國是在火車站對出那間 我記得朗豪方有間,有間 那間應該是王國是這間 然後還有什麼?還有全章居 然後還有全章居多好啊 全章居怎樣好呢? 我覺得它是價錢合理嘛,抵食 但是不是在我心目中米芝蓮應該 應該很好吃,或者有些很大的特點 那麼全章居就是一間抵食的客家菜 還有很多人排隊,沒有什麼我印象中 添好運,難吃了很久了 你說是剛剛開始在那間旺角套餐店的時候的確是好吃的 現在大國咀的那間我吃過幾次 完全沒有特別 你跟我說這些好吃? 唯一一間我覺得真的好吃的就是麥文記 流心記雖然都叫做不是很差 但是現在跟我最好吃的時候都相差很遠 好旺角麵間,普通一間麵店 為什麼可以進去米芝蓮推廣呢? 我大概是20年前,就開始吃米芝蓮 我去旅行的時候,首先都訂了 大概在七、八年前之後 大約在七、八年前 我開始六、七年前,就發現 就不太敢說我自己去 不敢跟別人說,我現在去米芝蓮吃 因為以前,我應該在香港也沒有人吃得比較多 但是自從這個實際上,有了米芝蓮出了香港 而且有了Facebook,有了一些人影響之後 所以我就不要這樣說 去米芝蓮已經不算是身份的象徵 只是一個港女的象徵 因為以前我真的知道 因為以前很難訂位,你很難知道 因為以前當年香港還沒出的時候 我是要去Amazon.com還沒出的時候 要去外國旅行的時候 才買 硬買米芝蓮回來讀 讀了之後,就去酒店,飯米芝蓮 飯米芝蓮在牆上電話簿 很難簿的 現在也有網上簿,也要幾個月簿 以前你沒有網上簿,你打電話簿還要簿 要常常電話簿 還有一些西班牙,有些不懂英文 即是有日本簿 你是很難簿 但現在當已簿了之後 每個都去得多 所以我就沒有這麼說 即是不敢再跟別人說去米芝蓮 其實我想問,例如你去歐洲好去日本好那些米芝蓮 遊客身份去 不知又不知又不知又好吃 那你就吃又好胃 但譬如他自從有香港之後 我們真的自己去香港吃過 這個人不是沒有的 但是他現在是比較的 相對來說,他比你任狀一間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應該是好吃的 大概有70%都在香港最好吃的 不如你有沒有去過,譬如葛福樓 葛福樓好像跟你都去過 富林 信同樂 天龍軒 欣陶軒 不如這樣說 你那間有沒有去過 那你覺得一星二星三 我先問了Kelvin 你剛才看了個表,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有些是普通通 而且最主要是什麼呢 普通通我也算了 有些我覺得好吃的,他沒有 那算怎樣 我現在說好吃的,真是好自然 哪間好吃的,你沒有 不知,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炮房的 我覺得挺好吃的 後來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他不再是唯一香港或者吃炮好的地方 傳統一點的,我覺得他沒有 譬如我吃過周濟炮房,真的好吃過很多炮房 我覺得Jimmy's Kitchen也挺好吃的 很便宜,Jimmy's Kitchen也OK 只好價格,性價比OK 我經常去的餐廳,他都沒有 不如我們直接去說那個分別 一星兩星三星 大師你心目中的分別在哪裏 OK 如果according to他們的定義 三星是River Trip 兩星是River Detour 一星是一間很特別的餐廳 而Bip Goumant 就是好食,即是抵食的餐廳 大概是這樣 但是當然,如果你說River Trip的話 香港好像我沒有一間會特別覺得 我是很想吃 現在一星有龍景軒 香港三星來說,我會喜歡Bip Goumant 但是我認為特別好 你叫我說的話,我覺得Bip Goumant 是OK的 其他那些就好 Robertson是OK的 但他很正老 以前我去,初初Robertson剛剛開 2007年第一年開的時候 我是去到Robertson煮給我吃 Robertson他十年,現在剛剛掛掉了 他很少人在香港,來香港煮給我吃 他來香港煮給我吃 那當然 那些人問我,他煮菜的技術是怎樣 我記得我那次煮給我吃 再跟Frizz去吃 即是那種狀況 沒錯 那些人問我,他煮菜的技術是怎樣 我只能說兩個字形肉 第一個字是白 但其實Robertson的技術是很正常,很OK的 但你現在問我 當米芝林搞得那麼濫 第一件事 其實我都知道 第一件事 當他放在米芝林上面 就一定很多人排隊 尤其現在是多了400元以下的平民版的米芝林 一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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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都一定是排隊 譬如我們去過華者清湯藍 就立刻排隊 那我就寧願我喜歡吃那些清奇沒有放在米芝林 因為我找到而沒有放在米芝林 都還可以比較容易去 而一二三星級那些 你問我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帶女兒去 我真的想到第二個原因要去米芝林這個地方 除了一些貪惡虛名的港女 你還有什麼必要要帶她去這些地方吃 但是我覺得米芝林這件事 其實是很 就是很 旅遊性的 就是我們沒有理由看著香港的旅遊街 去選擇食物的意思 不是 很多人旅行現在就是為了吃米芝林 所以如果你的城市有米芝林的話 你這個城市多了很多高級的旅客 所以其實是很有必要性的 等於我們去外國 還要吃外國有名的米芝林餐廳 外國人來到還要吃在香港 已經成為一個軟實力的表現 你現在牽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其實我們香港人不應該去吃香港的米芝林 因為這個是給遊客去看的 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其實現在網絡這麼先進 這麼廣泛 這麼多的食皮網站 米芝林還有沒有傳作價值 可能它只不過是給遊客 沒有地方去選擇 就選擇這些地方 但是它又特別難去 其實應該這樣說 其實好吃的餐廳就很少 如果你要到很高的要求 基本上 我的傳掌都可以 因為它的性格比高 即它的價錢去到那個位置都可以 應該米芝林 但要等位我不喜歡 等位真是很討厭 我想不到等位討厭一點 一定是要訂位訂 要預訂了幾個月 但全章居性格比高 我不值得為全章居性格比高 要等一個小時才進去吃 因為我通常如果去的話 我都是六點鐘會去 那些騎士時間我去 所以我都不能等 全章居應該 你吃晚餐 你去中環全章居 晚餐就不用等 你去中環 即是你反過來 你不要去銅鑼灣 你再去中環的全章居 或者不要去銅鑼灣 在旺角 你去中環的家 我很小時候在全章居 因為以前 那個舊老闆 我爸爸是朋友來的 所以是 小孩子的時候 就去過 但是他轉了手 我小時候反而去多聚琴樓 聚琴樓 聚琴樓 聚琴樓這一天就差不多了 但是全章居以前 是一個和我一樣的行家 是武俠小說作家 叫龍成峰的家 後來他賣了 後來他賣了 賣了那些股份 再去投資 一會輪出漫畫書 最後問問Kelvin 你怎麼看呢 即是現在你其實都算懂得吃 那你怎樣看待米芝蓮 或者你現在選擇的食物 我真的不會去看米芝蓮 因為我有一件事很會恨人生的 就是逢所有那些什麼榜 什麼榜 你有的榜我就不知道 你就討厭 我已經有少許討厭 因為通常我的榜都很流 所有的榜都很流 米芝蓮都流 我這樣說 因為我會比較熟一點 米芝蓮是所有流的 之中他最不流的那個 就是OK 他只是吃東西的榜 譬如說香港自由排行榜 那些什麼競爭力排行榜 自由排行榜 第二 米芝蓮有一樣東西他做得好 這個東西所有人都會想做 就是他至少你灌不到水 我認為他那天是不懂得吃的 尤其是他那些不懂得吃辣 有很多東西他不懂得吃的 我最討厭就是有貪力 五年前好吃的東西 你五年後還頒獎給他 但是他至少不會像現在的 Open Rights 或者什麼 即是很靠我那些 不懂得請窗 很靠自己去吃東西 從來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 我去到那時候很熟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其實最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大師認不認同 你撞進去不知道你是誰 他不會給你好東西 即是不會特別給你 如果你熟的話 他給你好東西已經差很遠了 OK 我給我 創法就不是米芝蓮 我經常去創法 廣用成創法 我經常去創法 創法我會比較好吃 更加多說 私人例 即是我們其中一個朋友 最好吃的就是寧姬 我心想寧姬麻辣 火火最好吃 他說因為我認識人 所以我認識最好吃 這樣心裡想 講不差也沒用 要認識人是很重要的 你問我 那不關事了 米芝蓮 可能很多人的話 反而是更加難去熟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譬如我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好吃 我小時候經常去太平館 太平館就好吃 太平館沒有米芝蓮 對 隨便雞煲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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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一些年輕的朋友 覺得去太平館 他不覺得特別好吃 但我從小到大 我自己去的話 他自己去的話 他自己去的話 我去到的 你會給電視 太平館現在的東西是差了 太平館 我不可以去到跟老闆很熟 所以還有一個吃好東西的自敬 就是跟你們去吃 譬如三稀流 隨便雞煲 我全部都是跟私人去吃 我吃過這間好吃 下次就去 譬如生技 你熟的話 又會好一點 所以有很多食評網集 預訂會好一點 譬如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節目叫 什麼擠的美食家 他都說 老闆一認得我 立即要扣分 因為老闆認得 他一定會給好東西 所以先回答八字 就算好吃 都不可以說是好吃 好 這一節到這裡